接下来是祷告会 所以我们先一起来学习一段道理之后 我们再一起来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耶稣 我们继续来查考这个世代我们当向主求什么 我们早上提到我们要向主求明白 他所说的真理 我们也应当要醒悟要明白主行神迹的意义跟目的何在 那在这个世代我们还很重要的要跟主耶稣求信心 因为这个世代是一个不信的世代 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更有信心 那有时候这些信心是在一些外邦人身上显露出来的 就是说我们在信主人当中反倒没这样的信心 那主耶稣他传福音的时候有许多人听到他的道理 他所传的福音都来救见他 我们请来看马可福音第七章 马可福音第二十四节 七章二十四节提到说主耶稣他人在推罗西顿的境内 那以地理来说这个已经离开了迦南地的境界 已经到了外邦地了 所以这可能也是主耶稣当时候唯一一次离开犹大的国境 到了推罗西顿去出国去了 那第二十五节当下有一个妇人他的小女儿被污鬼覆着 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俯伏在她的脚前 二十六节说这妇人是希腊人 就是希腊人属叙利菲尼基族的 他求耶稣赶出那鬼离开她的女儿 所以简单说这个妇人是个外邦人 但是她也听到主耶稣的事迹 耶稣行过的神迹 那她求主来帮助她女儿把鬼赶出去 结果二十七节耶稣对她说 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 那二十八节妇人回答说主啊那不错 但是狗也在舟子底下吃孩子们的碎渣耳 二十九耶稣对她说 因为这句话你回去吧 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 二十三十节说她就回家去了 见小孩子躺在床上鬼已经出去了 这件事情在马太福音第二 第十五章写的也有比较详细一点 马可福音他这里特别要让我们了解说 这个外邦人佳兰妇人她是何等的有信心呢 这个妇人她是外族人 她基本上有关与主耶稣的事情都是别人可诉传进来的 她听到了 作为一个母亲她看到自己的女儿受苦 她其实爱莫能处 因为这不是一般的疾病 是灵界的鬼的附身 我们相信这个家庭这个母亲一定受苦非常久非常多 她现在听到耶稣来到这个地方 她赶快来到主的面前伏伏在她脚前 是因为她听见耶稣的事情 她就来找耶稣了 然后她求主耶稣来赶出她女儿身上的鬼 那当时候这个妇人曰喜是期待说主耶稣到她家去 像一般人说为她按手祷告 然后把鬼赶出去 但是主跟她这样讲 她说要让儿女们先吃饱 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 我们都是读过书的人 我们听到人家这样回答的话 如果是我们的话 我们是作何感想 如果有人把我们当作狗 那我们会不会很生气 以前这个种子歧视的时代 他商店就会标示说 什么跟什么东西不能进去 其中有一个一定跟你说狗不能进去 然后说不定是哪一种人说也不能进去 所以当有一种民族被当作狗的时候 你一定会觉得说 哇 你把我羞辱 你不给我就算了 你还把我羞辱一番 但是这个妇人 她听到主耶稣这样讲 她其实很了解她自己的角色 意思是说 她本来就是不配得到这个恩典 那她现在把自己把她卑微到说 那没有关系 我如果是一只狗的话 我是养在你们家的小狗的话 那也可以得到好处啊 那因为我们如果看那个希腊文你就会发现说 它这个狗是一般的小狗 养在家里的宠物啦 所以她认为说 那对啊 主威术本来就是要去照顾这些犹太人 但是我现在来到主的面前 我也可以分到一些好处 桌上掉下来的剩余的 在路上捡到的也好 那说明她听到耶稣的事情以后 她听到 她就想要得到了 那她对主有信心 她相信 我女儿的这个鬼 如果来求耶稣 一定可以得到解决 那她就很坚持 她一定要亲身去体会到 这个主的应许 这个恩典 所以没有 没有得到主所 所要应许的恩典 她不离开的 所以主威术其实言下之意就是说 你走啦 反正时间还没有到 以后再说啦 因为她是说让儿女先吃饱啊 儿女先吃饱以后 也许后面的人就有机会了 没有错啊 因为主威术他来先把福音传给犹太人 之后主的门徒就要继续这个工作 把这个救恩传给万民 所以不只有犹太人 其他的万民本来没有份的 现在都因着这个福音有份了 所以 其实主的意思是说 你再等一等 但是这个妇人说 我怎么能够等 我这个女儿被鬼护着了 一天都难过了 现在抓住这个机会 没有怎么可以离开呢 所以什么叫信心 没有得到以前 不会放弃的 那时常有时候我们都是 没有得到 我们想说啊算了 我们自己放弃了 那主接下去 看到这个妇人 他这样说 二十九节 因为这句话 你回去你的女儿好了 鬼已经离开了 主为主是因为他哪一句话 就是二十八节 他说主啊没有错 我本来 我像一条狗一样 不配领受 这个时候领受这个恩典 但我这个狗在桌子底下 也可以分享一些好处 他知道他是谁 他相信他尊重主 他知道主耶稣有他的权柄 那相信主耶稣也愿意把恩典给他 所以主耶稣说 因为这句话你回去 鬼已经离开了 这时候他就没有 一定要求说 主啊你一定要到我家去哦 跟我一起去才算哦 他相信耶稣所说的话了 所以当主耶稣叫他说 你回去 他就回去了 他回去抱着 他抱着期待 因为他主跟他说 你的你已经好了 鬼已经离开了 他那时候都还没有看到 他女儿在家 他在路上 他不知道啊 所以弟兄姐妹 什么叫做信心 信心就是 所望之事的实底 未见之事的却具 在这个女人的身上 就显明的非常清楚 所以主耶稣跟他说 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 他已经好了 他都没有看到啊 但他已经相信了 所以他很放心的 就回家了 他没有坚持说 他说主耶稣你一定要跟我到我家去 我才放心啊 今天有多少时候 我们没办法相信主耶稣所讲的话 就是说如果主没有跟我一起去 这样有效吗 会有用吗 但这个妇人就是有信心 她真的回去了 看到孩子躺在床上 鬼出去了 这样的信心何等宝贵 这是为什么我们要跟主耶稣求信心 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十七章 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十七章 路加福音十七章 第五节 路加十七章第五节 使徒罪主说 求主加征我们的信心 我们在聚会的时候 小弟也曾经跟大家 参考过这段道理了 要怎么样加征信心 其实主耶稣 他这下所讲的道理 讲到最后 他第十节有一个结论 因为这是针对门徒的要求 他所说要加征信心主的指示 然后主耶稣说 这样你们做完的一切所吩咐的 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 所做的本事 我们应份做的 意思是说 我们要照主所吩咐 主耶稣告诉我们 做什么就去做 你就不要怀疑了 也不要想要去跟主耶稣邀请功劳 说你看我做这么好 你应该怎么样对待我 我们要存在一个心态 就是说 我们是一个仆人 本来就应该照主人所说的去做 主人说的就去做就对了 你就不要多想啦 不要去自己解释啦 然后一直要认为说 我们只是一个无用仆人 我们只是本分而已啊 就算哦 如果我们在外面 心熬的汗流满面 这样子累得要命 那主人坐在那边纳粮 然后你进来回来 不用说主啊 你服侍我一下吧 这样才叫公平啊 换我休息 你来坐我坐看 不行啊 我们要了解 我们本来就是仆人 应该做的 所以要一直用 我们是无用仆人 这样的一个心态 来侍奉主 侍奉的意思就是 照主人所吩咐的去做 那在这个执行主的 吩咐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信心就一定提升起来了 因为主的话 没有一技不带能力的 如果主说要这样做 你去做就对了 所以这个叫做 我们要跟主的书求信心 那主就帮助我们 那通常我们碰到一个障碍 就是说 我们虽然理性之道 但是常常都会做不完全 就是做不到啦 我们再看回来马可第九章 那这个很非常经典 大家也很熟悉的 这个害癫痫病的孩子 那这个做父亲的 他跟主耶稣求 那九章的第十七节 这里这个孩子 这个儿子是被哑巴鬼附着了 那第十八节 这个鬼就捉弄他 然后你看把他摔倒 口中流沫 咬牙切齿 身体骨干 然后这个家庭 另外一个非常可怜的家庭 但是这里着重的是父亲 他带这个可怜的孩子来找主的门徒 要求把鬼赶出去 但是就是赶不掉 那我们看第二十一节 他这个孩子从小就得到这个病 那其实就是被鬼捉弄 那二十二节 他这个时候 这个做父亲的说 你若能做什么 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 然后二十三节 耶稣就跟他说 你若能信 再信的人 凡事都能 孩子的父亲历史喊着说 我信 但我信 不足 求主帮助 二十四 那 那个英文 他就翻出一个意识 其实这个 我们的信心不足 如果严格说来就是不信 信不下去 虽然我知道主你这样讲 但是我就是做不到 所以这个父亲 他很知道自己的极限 他求主能够加添他的信心 让他渐渐的把这个不信的这个意念把他拿走 一样 那主耶稣已经告诉我们 要怎么样提升信心 就照主所吩咐去做 就这样做 信心就增加 所以后来主耶稣 真的就释行他的权柄 把鬼赶出去了 那在这一段 这一段记录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点 我们不能够忽略的 我们说要跟主求信心 要照主所吩咐去行 这是一定要的 问题是 他们的能力跟主耶稣就有差距 差很多 那门徒为什么没有能力 为什么祷告那个鬼出不了 其实我们从刚刚所看到已经发现说 其实门徒的信心本身也不足 那信心不足 跟他们的生活有关系 好 那我们现在看九章的二十八节 耶稣进了屋子门徒就暗暗的问他说 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赶出他去呢 耶稣说 非用祷告 如果在 马太福音或者在路加福音 他特别说 非用禁食祷告 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去 你就看到说 其实 主耶稣他 不管是在工作前 工作当中 工作之后 他非常注重祷告 主耶稣 而且禁食祷告 但是门徒就不一样 所以这里提到说 这个能力跟信心要怎么增加 祷告 而且要禁食祷告 今天我们要增加信心 如果没有发现祷告 不可能 如果我们没有祷告 我们就没有办法 没有那个力量去造主所吩咐的 很单纯的去造着做 我们自己本身就有很多的 逻辑的那个理性去分析说 这样合理吗 这样不合理 怎样我们就会自己的意见去解释它了 所以主所吩咐的 我们没有办法完全造着做 通常我们都把它修正了 按照我们自己所想的 但是主祂的意思是说 主人所吩咐的 祂说什么就做什么 你不要想太多 那要这样的简单的相信 这个祷告就是关键点了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怎么样增加信心 真的要花时间祷告 我们才会很单纯的照主所吩咐去做而已 所以我们现在教会祷告 比如说安息日早上的祷告 我们现在来祷告的人数其实不多了 我们许多护士人忙着做其他的事情 没有时间祷告 所以我们要让我们整个教会信心提升 一定要注重祷告的生活 我们要有一个准备说今天是安息日 我要早点到家里来祷告 绝对不能讲说聚会是从10点半开始 你要把自己定位说聚会从10点开始 所以我在10点以前我一定要准备好 这就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那我们如果弟兄姐妹都能够这样的要求 我们聚会前的祷告就会很多人一起来参加 我们把自己时间提早半个小时不会损失的 我们一定会得到更多时间 所以通常我们信徒过去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聚会是什么 就是听道理开始讲道那时候才算而已 不是的 聚会从祷告开始 当我们教会说10点开始祷告 就是我们聚会从10点就开始了 我们负责人一定要彼此勉励 那我们一定要先到建委来祷告 领会的人不能够没有祷告就上台领会 翻例的人不能够没有祷告就上台翻例 领事人不能没有祷告上来就要领事 教员要要教课以前先跪下来祷告 这样才有可能增加信心 这就是我们要对我们自己的要求 所以是主耶稣基督的吩咐 我们如果这样做 我们就求主加征我们的信心 一定增加 我们讲了道理 我们所做的工作就会有力量 而且就会变得很美 所以我们要求主加征我们的信心 我信不足 主啊你帮助我 第四点 我们要求主加征我们的爱心 有信心之后 爱心通常都会增加的 我们会能够有主的心肠 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第六章 来看看主耶稣他给我们留下的榜样 马可第六章 我们如果看第三十节 六章三十节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 将一切所做的所传的道全告诉他了 主耶稣其实之前在六章的第七节就说 主耶稣把这十二个使徒 两个派出去实骑了 去传福音传传看 那他们就是去传了 然后之后他们就回来跟主耶稣报告了 所以回来之后 就把他们所做的事情 所传的道理 全部告诉耶稣哦 我们今天每天的生活 其实都是主耶稣 让我们活着 派我们去做的事不是吗 我们去公司上班 我们工作是为了主耶稣工作的 我们学生到学校去学习 为主耶稣读书啊 也许我们在今天这个日子里面 我们有机会跟人家接触 也许我们也有机会跟人家传福音 主要把我们弟兄姐妹 放在每一个不同的岗位上 放在不同的角落里 就是主耶稣把我们放进去了 在不同的地方了 那就是要我们去把这个道理 把他实践出来 在各地方成为他的见证人 像光像炎一样 来吸引人到主耶稣面前来 好了,当我们一天结束了 今天我们活得好好的 回来以后 全部把他告诉耶稣 所以我们一天的结束 要把一切所做的全告诉耶稣 如果我们这样做以后 我们的信心一定会不一样 要是说我们一定会 凡事懂得说 我求主帮助 然后最后我要跟主耶稣报告 我跟主耶稣感谢 我不足的地方 主耶稣给我加添 那你看主耶稣听完他们报告之后 就很高兴 也知道他们很累 他们也说那这样子你们来 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去歇一歇 他们那时候很忙 第31节特别说 因为来往的人多 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呢 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做工的上面上 好啦 那他们本来是暗暗的想要到旷野去歇一歇的 结果哪里是到 后来一堆人跟来了 比他们更早跑到旷野去 那表示说这些人 知道主耶稣通常到哪个地方去歇息了 对不对 因为第32节说 他们坐船暗暗的往旷野地方去 众人看见他们去 许多认识他们的就跑到他们那边去 而且比他们还早先到达了 在那边等他们 所以让我们就知道说 门徒跟主耶稣他们都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在休息的 大家都知道在这个地方可以找到耶稣 好 34节 主耶稣就坐船来啊 一出来说 见许多人 就怜悯他们 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于是就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 这里我们要看到的是主耶稣怜悯的心肠 他看到这些人 你看他们一直跟随为了要得到什么 得到主耶稣的道理 他们像羊没有牧人 就是说爱恶受动没有人管啊 当时候的牧人就是这些文士法利赛人 根本不管他们死活啊 法利赛人注重什么 你到底有没有做这个规矩 但是有真的关心他们的需要吗 没有啊 所以这些人很可怜啊 像羊没有牧人一样 我们不知道方向 不知道什么是重点 但是主看出他们的需要 就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 给他们灵性的饱足 好 那主讲完道理之后 也考虑到他们肉体的需要啊 三十五节说 天已经晚了 那应该回家了 那这个时候 本来门徒是说 大家回去自己找吃的吧 但三十七节耶稣回答说 你们给他们吃吧 你看他主这个怜悯的心肠 他关心我们灵性的需求 他也照顾我们肉体的需要啊 结果我们就看到说 主就用这个五个饼 两条鱼 就喂饱了这五千个蓝丁了 好 那我们现在再看 看第七章 第八章 马可第八章 第一节 那时又有许多人 聚集没有什么吃的了 耶稣叫门徒来 第二节说 我怜悯着众人 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 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 三节 我若打发他们饿着回家 就必在路上困乏 因为其中有从远处来的 第三 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圣经这样写的时候 我们能够体会主他怜悯的心吗 这些人他们跟主一起 然后三天 他们有的吃的都已经吃光了 主是说 我也可以打发他们就回去 但是 因为没有吃的 他们在路上一定会困乏 而且有人从远处来要走很久 可是事实就是 当时候在野地 他们门徒也没有其他的东西 可以让这些这么多人来吃 最后主会是用七个饼 让这四千个燃钉吃饱 这样的描述都在凸显出主他怜悯的心肠 那 像这样的一段描述 我们 要把它应用在我们的实际生活里 对 因为我们要 效法主耶稣要有他的怜悯的心肠 我们今天如果有演出来的弟兄姐妹 我们如果说他们要回家了 我们弟兄姐妹的负责人 我们会想到说 他们路途遥远 需要给他们带些食物在路上吗 还是说 你赶快回家 我省事不要管 你们自己去想办法就好了 真的我们真教会有许多美好的品 美好的美德 我们要把它传承下来 好的美德要传承下来 要学习 我们到各地方去 许多弟兄姐妹 只有教会他们真的很有爱心的 就是 当然有些信徒对工人会特别照顾 但是有些人也不会 但是 这样的一个 会关系到他路途遥远 需要有东西吃 不能够只是对工人 也要对我们一般的弟兄姐妹 我们如果有远图了 弟兄姐妹来我们这边访问 他们要回家 他们如果回去路上 要经过很多个小时 我们是我曾经想到说 应该为他们准备吃的 还是说反正大家都有钱 路上自己去买就好了 什么事 主会书可不是这样说的 祂说如果让他们饿着回家 他们会在路上困乏 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体贴说 有些远图人 他如果现在要回家 你要为他准备吃的在路上 这不是在那个多少钱的问题 也不是说这些人他在路上 他没有帮我买东西吃 而是我们做一个接待者 我们做一个主的门徒 我们应该要去体贴想到他的需要 我们的这样一个小动作 可能会让对方非常的感动 非常地悟心 那这包括今天我们弟兄姐妹到家里来聚会 我们想想看 如果像我们过去想说 灵营会大家最好不要吃东西 危险啊 那大家赶快回家了 回家自己吃比较安全 是啊 也是会比较安全啊 但是有些人可能在路上困乏了 但是如果我们说 那我们也准备吃的 但是用一个比较安全的方式去体贴 这个弟兄姐妹肉体的需要 那不是更好吗 这个叫做我们在实践主的教训 我们在跟随主的榜样 所以期待 当我们学了道理以后 我们都会更体贴 弟兄姐妹真的实现爱心 在我们平常的互相对待之间 那有时候爱心的表现 也不是只是说给他提供他的肉体上的需要而已啊 我们来看看有一些实际的非常重要的爱心 我们一定不可以忽略的 看马可福音第四章 马可福音 对不起第二章 第二章第三节 马可福音第二章 这里记载有人带一个贪子来见耶稣 是用四个人抬来的 想想看 这一个要把贪子带来见耶稣的人 以及这四个抬贪的人 他们的爱心 这个贪子基本上没有谋生能力的 都要靠人家救济的 你也可以把食物给他 每天都给他一个便当吃 这也是爱心啊 但是当这个人听到耶稣的道理 他执意要把这个人带来见耶稣 那他自己带不来 他就请四个人一起来抬 就把这个可怜人把他抬到耶稣面前来了 结果这个贪子好起来 他可以走路回家 他得到最宝贵的 主耶稣基督的救恩 所以爱心表现在 看到一个人灵性的需求 有主才是最宝贵的 所以我们愿意花时间互出 去把这个有需要的人 把他抬来见耶稣了 所以真正的爱心会表现在 我们愿意传福音 去把这个美好的恩典分享出去 甚至愿意花时间体力去把人带来 一起来 他们实在太不容易 他们不是把这个人带到耶稣面前来而已 第二章的第四节 人多到几不兴趣 没有人要让路 所以说要只有猜污点 我实在是很难想象说 这四个人他们 是何等大的信心跟爱心 能够做到这一步 圣经的道理 我们越去想越觉得说 真的是奇妙 这些人得到主耶稣的赞赏 不是没有理由的 他们得到主耶稣的称许 那这些人得到恩典 也真的是 你看主看到他们的心 真的就给他们了 好 我们再来看第七章 马可第七章 第三十一节 主耶稣已经离开了 退罗西顿了 回到加利利境界来了 第三十二节说 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戒的人来见耶稣 求他按守在他身上 那这个耳聋舌戒 其实耳聋 它在希腊文里面 它实际上是哑巴的意思 通常 通常耳聋的人都会变成哑巴 因为他没办法学 他就变成哑巴 不知道怎么说 这个字在大部分的地方都把它翻成哑巴 这个是在犹太境界就是已经是犹太人本身了 所以这个人应该是犹太人的 那有人把这个耳聋舌戒的人带来见耶稣呢 他自己来不了 是有人领他来见耶稣的 那结果主耶稣就把这个人医好了 那当时候很多人看的都很稀奇 第三十七节说 他所做的事多好 他连聋子也叫他们听见 哑巴也叫他们说话了 主耶稣所做的事都好 所以爱心就是说 不管我们今天人有什么缺陷 有什么需要 你把他带来见耶稣 主耶稣在这个人身上所做的事情 都好 就是主耶稣用他的方法去把这个人医好了 主耶稣做的事很特别 常常我们想不到的 不要用我们现在人的这个卫生观念去说 主耶稣做的事情很不卫生 因为在第三十三节 所以特别说主耶稣土唾沫抹他的舌头 如果主耶稣这样子对我们做 你要吗 你会不会觉得说 嗯这个人不好 换一个方法 没有啊 众人共同的结论说 他所做的每一件都好 我这里要强调的是 有人把这个人带来见耶稣的 主耶稣怎么做都OK 我们今天就是把人带来见耶稣就对了 这个叫做爱心 把人领来见耶稣 再看八章 马可第八章 马可第八章 第二十二节 现在来到伯赛大 有人带一个虾子来求耶稣摸他 不管是按手或者是摸他 都是来求主耶稣 其实为他按手啦 就是摸他啦 结果主耶稣就给他医好了 这个虾子也看见了 所以爱心是什么 再一次的 这个有需要的人 这个瞎眼的 很可怜 把他带来见耶稣了 主耶稣就让他们 缺陷都变完全了 没有缺陷了 这个就是今天 我们看到主 他所留下的榜样 让我们把一切都告诉耶稣 求主耶稣 让我们明白他的道理 让我们可以领悟主行神迹的意义 让我们可以明白行神迹的意义 主耶稣神迹的意义教训在哪里 第三 求主耶稣加上我们的信心 求主让我们有怜悯的心肠 我们用祷告 我们用谦卑顺服的心 来实践主所吩咐的 我们剩下的时间就用来祷告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一起来把一切 我们所遭遇的 我们所需求 我们有任何不足的都全告诉耶稣 我们弟兄姐妹也彼此带导 求主耶稣来带领我们的教会 我们的弟兄姐妹 有许多人在病痛当中求主怜悯 有些人灵性软弱 来不了教会 没办法来见耶稣的 我们付出爱心去把 共同去把他们抬过来 有些人看不到路 像瞎眼的一样 我们愿意用爱心去把他们领来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其实我们更会体会到我们的主 是真的是我们的救主 奇妙的救主 我们就来一起祷告 为教会的圣公祷告 我们有许多弟兄姐妹 要求圣灵 用单纯渴慕的心来求主家庭 我们赐给我们圣灵 让我们可以领受这天国的凭据 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 因为这时候按手的 我们请到前面来 Let us pray and those who wish to receive the laying of hands may come to the front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